标速计划向前冲 全力冲至抢连中 行情一波又一波 跟着玉林冲冲冲 带你锁定就账行情 选举行情 还有红包大礼金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直接标速到3月 前20名来店的 享有一档获利涨被股 史无前例的超值大优惠 赶紧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直接拨打大端站线 2511雷七七 2511雷七七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股市一点零来看风关之后 台北股市天天创高 今天在小涨18点收在 17910点 省价量能签是2846亿元 那盘式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为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欢迎到许永城国际投顾 徐玉玲分析师 玉玲老师好 玉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一点零 第二位欢迎到 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场 我赶快问你先请教玉玲老师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重要 因为今天有含有 实战零距离的教学 那尤其呢 很多人在一点的Lite里面 小老鼠OK1788问 这一波的AIPC怎么这么强 而这一波的宏基 又创下了近期的新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AIPC之后 谁是宏基第二 宏基第二由谁来去做接棒 这个很重要 那当然今天 电子股资金还是在七成以上 但是重电的个股 华城 试电 亮灯 工上涨停板 但是你要知道 谁能够接棒重电的资金 来去做续航的表现呢 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尤其封关之际 你要跟着我布局谁 才能够在封关之前 布局封关之后大赚 好的 那当然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联发科又震荡电高 而且创下了盘中的一个新高 在联发科创高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IC设计个股的比较效应 而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海华它有双集团的加持 在华硕集团的经济母加持之下 它又布局到Wi-Fi7 Wi-Fi7又跟联发科有关系 所以海华今天的来劫 又再度的攻高 来劫它也是跟Wi-Fi7有关的 所以IC设计的个股 该轮谁接棒 你一定要知道 接下来的赚钱效应 所以继1.0雅力 我们买在五字头的一个位置点之后 来劫 我们又在拉过来的过程当中 来去做布局的过程 标速计划进入到了最后最后倒数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当然 如果你有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的人 你会发现1.0对于行情的脉动 掌握的真的相当不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今天的指数虽然没有大涨 但是形成了一个震荡电高的态势 尤其本周只剩下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2023年我们即将say goodbye的同时 我们要把眼光放向2024年了 所以在上周四当指数有一个拉回 当指数有一个大跌 当指数跌到了月线的时候 我特别告诉大家 我反市场的操作 我买进布局 而在12月25号礼拜一 本周礼拜一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做回顾一下 东森的盘中连线 我相信我是全市场唯一一个老师 透由台币深破年线的这样子的观察 来告诉大家 17743非高点 今天的指数又再创新高 我当时还特别告诉大家 IC设计股的联发科 它会形成千金的效应 有没有 所以千金的个股越来越多 M31是不是如同1.0所讲的 也是形成了一个千金股的代表 所以电子股的资金 已经连续两天在七成以上 所以连续三天 电子股就能够成为唯一的主流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当行情拉回来的过程 当行情震荡的时候 当行情有机会让你买进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紧紧的握住它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上周 当指数 大跌当指数重挫 当指数跌到月线的关卡的时候 我特别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我反市场买进股票 所以在接下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 指数在我讲完的那一天之后 形成了一个先回在上的走势 那然而当你最害怕 最担心这个行情会有变盘效应的时候 10月底 当时候的台积电 当时候的联电 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万六以下的台股形成了破顶 你不能去杀低股票 谁是错杀的个股 所以昨天 来 昨天我特别拿了联电的月开线级别给大家看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联电的日开线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联电虽然拉回来 但是联电的拉回来 我问大家有没有量 老师没有量 拉回缩量它是一个换手的现象 当然这种换手的现象是 大户换到散户还是散户换到大户 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个讯号好了 因为从今天的一个委托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很明显的发现到 目前的大户都在做逢低吃货的动作 而为什么我知道大户在逢低吃货的动作 我今天的十站零距离 我五点大概五点会录我的十站零距离 我会来去做一个教学 所以我认为我先给一个结论 我认为今天的联电拉回来 是要站在什么 是要站在哪方的布局的 因为我认为量比价先行 而这一波的涨多拉回 是要让你去切入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联电它寄转12奈米的制程给Incare 而且接下来又能够得到百亿的授权金 而且外资在这个部分 也调高了联电的目标价格 从月K线级别的角度来看 右脚比左脚还高 拉回来就是一个低阶布局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千张大户的持股 来到了64.126%以上 所以联电该怎么布局该怎么买 请你跟上我低阶布局的机会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接下来的行情指数会不会涨 但是你除了关心指数会不会涨之外 你还要关心 你买的个股能不能够帮你赚钱 所以从过往的大数据来看的话 近十年来最后一周 也就是本周 收红的概率是高达了七成 所以明天指数的角度来看的 封关收红的概率是高达了七成 那明年的元月 有没有元月的红包行情 我认为有 而且上涨的机率也高达了六成以上 所以跟着我来去做一个好的股票 拉回低阶的布局 那当然我们来交战一下AIPC 还有我刚刚有特别说的联电 拉回来是一个机会之外 今天的亚力 为什么震荡过后形成了转折 而且盘中还大涨了半根涨停板以上 而神达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转强的态势 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特别去留意到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AIPC的相关概念股 来注意一下红基 因为红基今天收了一个高档十字星 来我顺便教学一下 二三五三来红基 今天红基它形成了一个高档十字星 高档十字星的低点千万不能够跌破 所以高档十字星的低点在53.1 所以我们画一下53.1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53.1 是它接下来的多方防守价位 也就是说红基在短线里面53.1 不能够被带量跌破 那一旦被带量跌破 接下来红基就会走入震荡整理的走势 所以如果你有红基的人 你一定要注意到高档十字星的一个 接下来的脉动 那当然红基的多方防守价位 我已经有说过 它已经往上移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马赛克里面的资料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不然连跌我们该如何低接买进 买单新抱得放心赚得更放心 然后很多人问 低价股的中环短转强的关键该如何看 亚利在回测12月6号的十字星低点之后 就形成了低接的买盘 但是接下来亚利该如何去观察它的转强的讯号 而神达我们该如何低接布局 这一份重要的马赛克的资料 挺好 我会放在哪里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给亲爱的好朋友们 来当作是操作的实战的分享 那当然你也要知道的是 来AIPC 谁是宏姬第二 你很关心 因为今天宏姬刚好收了一个高档十字星 所以宏姬这个位置点 我也不希望大家过度的来去做追降 但是宏姬第二 你一定要特别知道他是谁 而进重电的华城 试电亮灯工上掌听板之后 谁又会来接棒 而记忆体的华邦电今天再度的大涨功高 谁是被遗忘的珍珠 所以今天很重要 今天是我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所以我五点会录制一期 叫做实战零距离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AIPC 谁是宏姬第二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1.0许玉琳YouTube频道 因为今天来这一份资料 我不会放在我的Lite的首页 但是我会在我的实战零距离里面公开 听好 我会在我今天的五点录制的实战零距离公开 所以还没有订阅 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1.0许玉琳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1.0许玉琳YouTube频道 好的 那当然谁是宏姬第二 大家都很关系 但是我要卖一个关子 放在我今天下午录制的实战零距离 所以来看一下 其实我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我会给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一个操作的方向 就如同这一波的神达 神达这一波压怀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我们的家人 它是一个买点 更重要的是当它亮缩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跟着我提前卡位跟提前布局 来请你看VCR 日K它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长线大点 所以越接近越线的位置点 老实说我认为这一档标的 给它一点时间它一定会涨 所以压回来是要站在哪方的 压回来是要站在哪方的 亲爱的好朋友们 来李宁家族的家人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我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索马影音当中分享的神达的这一档标的 你可以发现到神达 今天为什么盘中能够大涨 而且大涨半跟涨停半以上 重点是我们第一位有来去做一个布局 今天形成了一个补量上工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埋伏 这个叫做好的股票低阶布局 你就是最终的赢家 那神达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势 因为AI伺服器 它接下来会出货持续的放量 而且旗下的神云科技 又接手了Intel的伺服器的业务 更重要的是 它还有一块车用产品的回温 而且还有提升东南亚的一个产值 所以在接下来的营收看争之下 我们第一位布局持续的获利续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 大涨涨停就是你的 除了神达之外 来亚通 亚通昨天亮灯工上涨停板 今天持续的攻高 亚通在做什么的 其实他是做能源工程服务商 而且他攻到了除能的领域 订单是满手的 所以昨天亮灯工上涨停板 今天持续的创高 攻克李宁家族的家人 掌握在拉怀的布局 那亚利的部分 更不用说 我们买在五字头的好买点 而我买完之够 亚利就亮灯工上涨停板 而且这一波的亚利 在压怀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有来去做接回 今天大涨半根涨停板以上 那当然这一档标的 要记得五叉叉叉 我说过从周K线的角度 它打出了长线的大底 重点是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第一季 听好 就到明年的第一季 一点点团队 会有三档非常重要的 压箱宝的股票 尤其是低基期 底部起涨的股票 更重要是 这一档标的五叉叉叉 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里面 打出了长线的大底 大户持股又来到了五成以上 所以我说过 标数计划进入到了 最后最后倒数的阶段 所以听好 只要一个月的心意 只要一个月的心意 带你直接标数到三月 而且昨天打电话 竟然很多 前20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获利涨倍股 一定要赶紧打电话进来 抢前20个名额 好的 当然你一定要知道是联发科 其实联发科 今天又形成了震荡电高 又再创了近期的波段新高 而联发科 我们是在10月1号的实战零距离上面 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七字头的联发科 我告诉你跟着我低阶布局 而不知不觉 联发科已经形成了千金的代表股之一 包含我之前跟大家讲的M31 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IC设计股的产业轮斗 你想要知道IC设计股如何迎来曙光 我的这一集的产业1.0 你非看不可 为什么 因为我10月1号就录了 所以你还没有看到这一集的好朋友们 如何去挖掘到IC设计股的产业真相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1.0的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 还没订阅的 已经订阅的 记得分享给在台股市场 想要赚钱的好朋友们 好 那当然今天也要交战一下 其实从联发科的创高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到 有没有扩散的效应 就像Nemfresh受惠的点序 它的大股东加持之外 还有金斯顿跟群联的一个布局之外 你可以发现到 点序1.0告诉大家 记线下方式买点 结果站下站稳记线之后 形成了震荡电高 而震机它又是震文集团启下的 而且布局到5G通讯网路的部分 而亚通我刚刚有说过 我们第一位布局 昨天亮灯工上涨停板 今天又持续的攻高 这样子的个股跟政策加持有关 所以你如果想要掌握到 像是联发科 我们该如何低阶布局 亚通我们该如何买的安心 抱着放心 甚至点序如何来去做一个买进的讯号 甚至震机 在越K线线级别的角度里面 长线打出了大底 大户主力洗盘甩礁之后 接下来你该如何低阶关键 都在1点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想要掌握住赚钱的操作轮动 记得加入1.0 官方的唯一认证账号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亚通我刚刚有说过 他其实是能源工程的服务商 而且强攻在除能的领域 在订单满手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第一位来去做买进 昨天亮灯今天持续的攻高 而震机每一次主力洗盘甩礁 我都提醒大家跟着我押回来 来去做布局 因为他是一档正文集团 集团加持以及切入到 通讯网通设备的公司 那当然点续的这档标定 今天又形成了金金掌 看回不回 尤其在季线下方 我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买点 那如今他重回了月线之上 形成了一个底部震荡 电高的走势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IC设计股的赚钱机会 我们从迅捷跟海华 来去做超级比一比 当你看到了迅捷 已经来到了七字头 但是海华还在四字头的时候 那你问自己 同样前三季的EPS 赚的差不多都是1.8左右 但是股价一个在七字头 一个在四字头 有没有向上比较的效应 当然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切入海华之后 能够大赚 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从月K线级别的角度 打出了长线的大底 又有河塑跟延华的双集团加持 再加上Wi-Fi7的出货量 增温之下 紧接着第三季的单季 又赚赢了上半年 当然这样子的好股票 跟着我第一阶布局操作为主 那从系列KY 智新以及声达科技 来接来看的话 这些都是IC设计的公司 那今天有一个新闻 叫做类比 类比晶片大厂 尤其是亚德诺 亚德诺的部分 它已经掀起了一个涨声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IC设计的个股 尤其CDKY 在短线急涨的过程 因为CDKY它要实行库藏股 但是从CDKY的表现来看的话 短线在急涨来到493.5以上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短线的当冲 隔日冲的卖压出现 那当然智新也好 甚至声达科技也好 甚至来节也好 如何去买的安心 抱着放心 赚得更开心 那还有郁太 郁太这档标的在 4489.5以上 大户主力 有先站在高卖做价差的一方 而再低阶的关键 要如何去看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 OK一七八八当中 与亲爱的好朋友们 来当作是实战的分享 那当然来节 其实我在11月26号 我录制的产业1.0 都特别告诉大家 尤其当时候的来节 还在155块钱附近的时购 而如今的来节 已经来到了200块钱以上 那为什么我能够在 来节拉怀的过程当中 带着你提前掌握呢 来请你看VCR 他刚刚好回测到起掌区间 而且目前他在做一个 反复测试打底的过程 那当然来到警线的位置 不去做一个起掌追效的动作 但是亮时候拉回来 回测前提游手 可以买黑低阶布局操作为主 亲爱的朋友们 来节啊来节 你可以发现到呢 姐姐来了来节 那这档标定呢 是1.0在产业1.0当中呢 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当时后它的价位呢 其实是在155块钱附近 而如今的来节 形成了向上的空间 那这一份资料呢 我会放在实战零距离上面 跟大家解说 当你看到了CDKY 当你看到了智行之口 要特别去留意到 来节的向上比价的部分呢 好 那当然来节 我们掌握在呢 拉回来布局的机会 尤其它这一档标的形成的 多头的格局 与爱普合工高阶电源管理IC 那当然电源管理IC的这一块呢 接下来会从10颗的晶片 提升到20颗 那接下来也会有助于 它的营收跟获利的发展 所以来节今天大涨再创新高 我们已经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涨 涨停就是你的 那华城的部分呢 我们也在实战零距离上面 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大涨 涨停就是你的 那例如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 华登初上 很多人都在猜 华登初上是谁 他就是华城1519 那当然华城呢 我们赚到最好赚的利润之后 紧接着华城 接下来有没有隐藏版的黑马股 而这样的隐藏版的黑马股 我会放在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所以今天的实战零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份的资料 我不会放在我的light这首页 但是我会放在实战零距离当中 所以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一点的股市 一点的许玉玲YouTube频道 亚力我们买在五字头 而且一买就亮灯 公上涨停板 而且你可以发现到 来劫又再创新高 所以标速计划全力冲刺 进入到了最后最后倒数的阶段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带你直接标速到三月 更重要的是 这一档5XX的股票 周K线级别打出了长线大底 而且短线上涨的幅度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更重要的是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带你直接标速到三月 而且前20名来店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获利涨倍股 赶紧打电话进来 跟着我掌握到标速计划 最后倒数的阶段 好 那更多的超车的健康 后来继续在一起 玉玲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点灵 我们这本来的时间 小玉玲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可以发现到 记忆体的滑邦店在工 但是你要留意到 除了记忆体之外的滑邦店 要留意隐藏版的黑马股 所以注意一下 AIPC的时代来临 到底台场的受惠股是谁 如果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一点的股市 一点你许一玲YouTube频道 因为我早在12月24号 告诉大家 滑邦店它是会涨的 除了滑邦店之外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谁是AIPC 谁是橙蛇 谁是宏击第二 今天的实战零距离当中 我会告诉大家 既重店的滑成掌停板之后 谁将接棒 而且如果你想要知道 记忆体当中的滑邦店 谁是隐藏版的珍珠的话 记得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我会有独家的交战 这一份资料 我会放在我的实战零距离当中 如果想要听 如果想要掌握到 接下来 既威刚之后的转强关键 记得看今天的实战零距离 那当然来节 我们买完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大涨 形成了一个功高 而亚力 我们在五字头 来去做一个买进 而且掌握到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我才会说 标数计划 全力宗示 而且进入到了 最后倒数阶段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带你直接标数到三月 更重要的是 这一档五叉叉的股票 周黑线级别 打出了长线的大底 而且短线上档的幅度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跟上我标数计划 最后倒数的时间段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只要一个月的新意 带你直接标数到三月 而且注意一下 前20名来店的好朋友们 再享有一档获利的长辈股 而且带你即刻去买进 五叉叉叉叉 周黑线大涨 将近有 而可以将近有 短线上涨至五成至 三成的利润 跟上我布局的机会了 好的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请观众朋友 来本公司所推荐分析 就是各位有家 现在我们不当时 材料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俊涂顺利 我们再会了 标数计划向前冲 全力冲刺抢连中 行情一波又一波 跟着玉林冲冲冲 带你锁定 就张行情 选举行情 还有红包大礼金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带你直接标数到三月 前二十名来店的 才享有一档获利涨背股 史无前例的超值大优惠 赶紧加入一点的lik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直接拨打大端战线 2511 0777 2511 077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